我是建议,当然它有分了好几个类别 什么中央机关,地方机关 然后呢,还有什么财产法人 还有甚至是主题类别 主题类别比较常用的 其实或者是说这里面好像有什么投资理财 其实也有这个主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的是这一类的 其实里面都有 甚至还有所谓的服务的分类 哪一种类别 那当然了,或者你不知道找什么 你就是打到类型 你看CSV就有三万七千零五种 这么多耶,OK 那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其实它的格式 抓的方式都一样 那可能比较会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那个编码方式 所以你们在抓的时候 大概看一下 它是那个CS 是那个什么呢 是UTF8呢 还是Big5 大概这个地方呢 如果注意到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其次的话呢 就是Jason 所以Jason也是我们后面要练习的 你们可以找一下那个Jason的格式 Jason格式难度又比那个CSV难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它的那个格式里面 可能有中瓜虎 可能有大瓜虎 还有分号 把资料放在里面 那这里会牵涉到可能有串列 可能有字典 等等的啦 其实难度会比那个CSV还要难一些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XM 所以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要练习的档案类型 然后把它扒取下来 所以回去的话 其实真的太多可以练习了 比如说窃盗啦 比如说你想要分析各个县市的这个什么呢? 治安情况的话 那我们以切到这个主题当成是观察的重点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开放资料里面 看出一些各县市的一个治安的 到底变好还是变不好的一个资料 一个趋势 OK 那这个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 然后一样 因为我刚刚好像就又把它重新下载了 所以把它执行出来 就类似长这样 那所以呢 理论上它本来下载的资料 我把它下载 那我是建议你用那个Nord配++把它打开 那观察一下 其实里面 它基本上就是中间加那个斗点分隔 那记得尾巴的部分 它有个CRLF OK 那CRLF换好 我们特别注意哦 后面它有什么 这个是用Nord配++打开 后面有个什么CR CR的话呢 在那个拖曳资源里面就是反斜线R LF就是反斜线N哦 OK 所以哦 换行部分哦 有没有 可能就会有这个反斜线R跟反斜线N 你想说老师 你之前不是说换行是反斜线N呢 对不对 那怎么会多一个反斜线R呢 其实哦 这个地方又是跟那个微软 有点关系 因为如果是你是微软 做的那个档案的话 它的换行就是反斜线R 反斜线N 但是如果你是用非微软的 比如说Liners上面的 它就是反斜线N 可是到底都是一样 都是换行 那为什么档案格式不同意哦 其实这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 人家微软加大业大嘛 它当然不一定说要跟人家一样 所以它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哦 所以未来如果你们在切那个换行的时候 假如遇到这种不一样的状况 你可能就是调试一下 知道有这个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切割 那最后如果要写到资料库的话 最后呢 就是会得到一个List2 List2得到的结果就长这样子 我把它print一下 OK 你会发现它长得就是 把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这个 刚刚看到的这个档案 把它切割 那切割的话 其实会分成两次切割 不过第一次切割的话 基本上 往上移动 移动到最 好了 它第一次切割 实际上 因为用READLINE 所以READLINE 就是把它已经先切 切成一行一行 有没有 放在什么呢 放在那个List1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串列了 那第二次切的话呢 才是利用所谓的 这个什么呢 Splitter 豆点的部分做切割 然后再把它放在List2 最后的话 你们看到那个List2里面 就是这样的状态 它一定是一个串列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放五个资料 OK 那我们假如说呢 我希望下载完的资料 比如说刚刚 我们刚刚是开档的 上礼拜的部分 那如果下载的部分 假设我已经下载了 不过下载下来的东西 它现在还没切割 可是如果我要切割的话 该怎么切 那一样的 我们第一步就是什么样 要先把它的资料 先按照它每一行 去做切割 那因为在那个什么 在我们的 这个刚刚讲过 如果是用档案物件的话呢 它有个realize 可是在这里没有怎么办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地方第一个 假设我要产生一个List1 那它要做什么 切割 那切割的话按照什么切 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呢 它的换行是反斜线R 反斜线N 再来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哪个资料 就是这个html.tst这个资料 帮我做切割 那切割的话 我可以什么 用sprit sprit这个方法 那切割的话呢 请你按照什么 反斜线 假设我如果用反斜线N的话 然后最后把这个 把它print出来看看 所以第一阶段我们先 把它按照换行的地方做切割 我们先切一下 最后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print什么呢 print list1 把这个list1呢 print出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切割了之后呢 它会帮我把什么 把资料全部都放在这个list1里面 那不过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切割就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那这个串列里面的头的话 基本在这里 有没有 它一定是中瓜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第一 所谓的第一行 那第一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栏位名称 不过你会发现 最后 我把它放大一点 这边 放大又跑掉了 这边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多了一个反斜线R 所以Sprint 记得啦 我刚刚讲过 如果这个反斜线R 如果没有被切掉的话 那记得在这边再加一下 反斜线R 反斜线N 如果你假设看到哦 你print出来的资料多了这个 那你就记得啦 Sprint的时候多一个反斜线R 反斜线N 然后再把它print一下 你会发现呢 那个东西不见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就帮我把这个资料 放在 有没有 等于是说第一笔 就是等于是第一行 那第二笔的话 就是第二行 那编号 编号E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一样是放 五个资料 用这个豆点分割开来 所以基本上 List1OK了 再来的话呢 第二步就是什么 再把这些资料 一个一个读出来 然后做什么 再做分割 第二次分割 所以第二次分割的话 要做什么 当然一样 我们跑个回圈 4i 有没有 Enrange 这个好像写了N遍了 OK 那因为如果将来 我要写到资料库的话 B开 第一个 所以是从1开始 到它全部的资料 LEN 刮弧 然后呢 这个串列的长度 这个串列总共几个 我就把它放进来 记得最后要减1 为什么要减1 其实你们可以拉到 这个资料最下面 主要原因是因为 Split切完之后 有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会多一个空的 为什么多一个空的 因为刚好 最后一个换行 它后面没资料 但是它有换行 所以会有这种状况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都会这样 那怎么做 那可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最后输出的结果 然后冒号 所以哦 1到那个LEN-1 然后呢 就是把 它的LIS1呢 分别全部 一个一个读出来 那怎么一个读出来 就把LIS1 的资料怎么样呢 把它中刮符之后 放一个i就可以了 那i的话呢 就会先给 比如说从1开始 那会抓到编号1的资料 那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再切割 那再切割的话呢 就是在什么 在Split 所以等于是说 如果你从网路上爬的话 会需要经过两次Split 那切割完了之后放哪里呢 放在LIS2 我的习惯是反正第一个就LIS1 第二个就是LIS2 那再来就LIS3 好 那最后的话 一样把它Print一下 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样的啦 如果刚刚看到那个档案物件里面做的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跟什么呢 跟这个资料库做结合 有没有 一模一样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会帮我切割 把它放在LIS2里面 那我就可以把这段程式怎么样 放到刚刚那个哦 所以哦 那所以假如说呢 那我要把这一段程式有没有 有点像是做一个手术 把这一个 这一段程式怎么样 换成刚刚那一段程式不就好 OK 所以其实哦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把它Ctrl C 干脆移植到这边 然后把它这样移到 先贴到下面 然后呢 再来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打开 然后底下这一部分哦 Delete掉 这个是用档案开的方式 那我们把它Delete掉 然后拿上面这一段程式 当然一般哦 Import会放上面 不过Import你放下面其实也无妨 我们把这一段 把它剪下来 放在哪里 放在这一段哦 这个地方开档的地方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就完成了哦 OK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会不会成功哦 等于是说我把刚刚切出来的List 2 然后再配合那个什么呢 配合就Insert Into 就这一串 然后分别把它写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去 执行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写入成功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我去 那个资料库里面看 那应该是看到的结果哦 应该就会是 我们要看的就是那个上个礼拜一样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请各位呢把那个 下载档案的部分哦 OK就是这一段 把它改 就是说呢把他这个 把上个礼拜那个档案的读取部分哦 改成下直接下载哦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 试试看 试试看